没有四肢的人形如虫 浑身毛发的奇葩怪人 长着钳子状龙虾手的人类 这些马戏团怪胎曾风靡一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几十年 怪物展览也叫做怪胎秀 非常受欢迎 主要展览当时被视为怪物的动物和人类 这些动物有的双头 有的像是天外来客 表演的人类多数长相怪异 有四条腿的人也有连体人 为了吸引观众 马戏团常常宣称 人类怪胎是人寿集合的产物 到了20世纪科学和医学进步 怪胎秀才不在受人追跑 下面这些人就是当时最红的演员之一 老师带你看看他们的故事 失脸男孩 莱奥内尔是当时唯一脸上长毛发的人 1890年他出生于波兰 因身患多毛症 莱奥内尔从出生起便遭遇非议 这是一种遗传疾病 会导致身体毛发过度生长 成为他的母亲怀孕时 曾不小心被狮子袭击了 佳人便把毛发旺盛归咎于这次事故 由于浑身都长着金色毛发 从远处看 莱奥内尔的确像头人形狮子 四岁时 佳人把莱奥内尔卖给了马戏团老板 凭借独特的形象 失灭人 一炮而红 成为马戏团里的顶梁柱 人形如虫 莱奥内尔出生于1987年 他出生时就没有四肢 用现代医学解释 这种病被称为四肢 切断综合症 是染色体异常的星天极病 尽管身体条件有限 莱奥内尔有像猫咪般灵活的头 他自己能刮胡子 也能用嘴巴点燃火柴 独特的表演吸引了大量人群观看 凭借精通多国语言和幽默的话语 兰迪安找到了心爱的妻子 共同抚养了五个孩子 1907年出生的奥莱塔 和兰迪安一样 从小就没有四肢 他从15岁便开始在马戏团表演 由于交好的面容和云称的躯感 奥莱塔收获了大量粉丝 退出怪胎秀后 他自学缝纫技术 养活自己 自相不息的精神令人敬佩 下面这些马戏团演员 一个比一个怪异 两个人共一副身子 甚至还能娶妻生子 长达40厘米的超级大脚 这些马戏团中的人类怪胎 长相能有多怪异 连体人 这两兄弟是1811年出生的泰国人 他们的胸骨相连 就连内脏也共同使用 左边是哥哥恩特 右边是弟弟莱恩 特殊的连体构造 让两兄弟的表演长长爆满 放到现在 这种连体人完全能通过手术分离 更加离谱的是 他们分别娶妻生子 共同养育了21个孩子 大脚怪人 创立这双大脚 长40厘米 宽20厘米 范妮本是一位普通女孩 应身患米尔罗伊病 导致她的双脚异常肿大 父母为她看病 花光了所有积蓄 于是把范妮送到了马戏团里 马戏团宣称 范妮是大脚怪 不明真相的观众 抢购门票 只会见到大脚怪一眼 范妮也凭着一双大脚 在当时 每周能挣2万元 龙虾手 这名男子 乍一看 没啥一场 你仔细看 他的双手 雷迪出生于1937年 他的双手 先天分裂 看上去 和龙虾钳子差不多 每次表演 格雷迪 并向观众展示双手 台下观众 也是嘖嘖称奇 这双手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怪胎秀解散后 格雷迪失去了 明星般的光环 心里出现了问题 他整日酗酒度日 1978年时 格雷迪杀害亲人 被终生监禁 下面这个女孩 天生就有四条腿 照片内的女孩 长四条腿 虽然身体畸形 但一点没耽误 他结婚生子 当格雷迪出生时 他的父母 还没来得及高兴 便惊讶地发现 女儿的双腿那次 还搭拉着一双腿 一扇检查后发现 格雷迪拥有两个 独立的骨盆 两组器官 独立工作 互不影响 也就是说 格雷迪会一次 遭受腹血 同时另一边 和便秘作斗争 慢慢地 他长大成人 方言百里都知道 四腿女孩的存在 一些观众看完后 甚至会打赏格雷迪 为了补替家用 他来到马戏团 进行表演 在18岁时 格雷迪通过杂耍 赚过了足够的钱 他选择了退休 当时长有四条腿的人 非常罕见 格雷迪的离开 对马戏团来说 损失极大 于是奸商老板 邻机一刀 创造了假的四腿女孩 冒牌货 有两个人组成 身后的人 把腿穿过椅背 看上去 前面的人 就有了四条腿 1884年 格雷迪与医生 比尔内克 追入爱河 不久后 他怀孕了 因为有两套生殖系统 格雷迪的左侧 怀过三胎 右侧怀过两胎 让人难以置信 可能是先天畸形的原因 年仅60岁 格雷迪便去世了 家人为了防止 别人盗取他的事故 整个墓穴 用混泥土胶筑 不用大型机械 根本无法打开 以上这些怪胎秀演员 只是行业内的冰山一角 有机会 我们下次接着聊 我是老树 我们下期见